hello大家好我是屏又回到我們blog打荒野亂鬥的遊戲時間啦那我們今天來玩一下我們的爆喔那先來看一下商店免費的東西是什麼 那最近的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把我們就是 呃能量碎片那邊的那個機甲的那個造型都給他換出來了因為這次的話好像有多出一個我們的 鋼鐵老麥的造型啊那是我們300個那個綠寶石的如果大家說喜歡的話可以來買一下 你看這個老麥的造型真的是有點香香的感覺喔 好沒關係那我們今天的話一樣用我們的爆來打一下我們4個大硬幣的模式啦那 目前來說爆已經是189杯如果今天順利的話應該是可以讓他到200杯但是沒問題的囉那我們已經快要把我們基本上有的角色都到200杯了 好這團隊友的話呢是我們的法蘭克再加上我們的部落克喔多斯克 目前來說的話呢因為這相對於那個我們的杯數字比較高的所以跟我們第一大局打起來的話會比較不一樣喔這場的話應該會蠻激烈的 好佩妮先把我們的角色給打死之後呢又吃了我們一個那個礦石喔 在我們那個草叢裡面放了一個那個 飛彈炮啊 哇對面也是爆欸而且這個爆還在我們偷放地雷喔 這邊的話感覺有點麻煩尤其是我們部落客現在還沒找到一個攻擊點這不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他們感覺也吃不到那個礦石然後反而是被我們的法蘭克給吃到了 目前一個4比2的狀況下面的話我覺得我們還算是蠻ok的喔 好像被炸起來 先閃了好險沒事 然後先丟一些地雷在那個草叢裡面啊哎呀網路 別鬧別鬧 哇這邊我們剛剛沒有去幫法蘭克啊反正是不是讓法蘭克被那個 卡給選手了 先幫他們打一下傷害啊 哇尷尬囉 這邊直接被打死了這邊 把陣線拖到他們那邊了啦所以礦石都在他們那邊可能要比較悲慘一點點啦最後倒數階段 倒數階段的話他們會先躲的話呢 沒有躲沒有躲 寶邊鬧啦 反正有沒有大招有 哇怎麼那麼多地雷 哇但是這邊就重新倒數了所以還是有點小機會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布洛克不知道剛剛在哪啊現在哇死掉了 哇這場可能會GG喔 好沒事哎有有有事有事有事 哇他們這邊 居然哇 尷尬一波啦不過沒關係喔這場打也蠻激烈的 杯數比較高通常都會這樣子啦就是雙方都是蠻會玩的喔但是 杯數低的話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可能你的隊友跟你都是比較低排然後對面可能是 在練腳或是怎麼樣所以他們可能就比較高排所以就會打比較輕 比較難打啦那 相對於就是低排的話我覺得目前這個180幾杯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好打一點點的 就大家都有一點能力啦就是都不會隨便亂打所以不會就是發出發生 不知道該怎麼應對的狀況喔 好這邊就交給狂牛去了 哇 對面好像是爆再加上我們的保利 再加上那個波可 老麥這個造 保利這個造型好像也蠻好看的啊 丟個燃燒瓶的感覺 目前來說我們是具有優勢的喔是一個5比0 波可這邊還有大絕 先把他打爆 然後在這邊放個地雷 哇 對面的爆跟我想的是一樣的欸他也在我們這邊放地雷就我直接被炸死了 那波可這邊的話是配合我的地雷再加上狂牛喔直接把他給打死 然後這邊先放一下我們的那個 塔拉 好這邊的話我先吃走了 不要吃太多不要太不要太那個 不要太太心了不要硬吃 目前5比5 也是一波激烈 好這邊的話呢我們狂牛就進去了但是 哇這地雷真的好痛啊 這個爆真的是很討厭欸 有打掉了打掉了 滿滿的地雷啊我的天 右邊那邊是有地雷的先走 現在打到一個8比8了 水喔 水喔 好這邊連環炸哇我那個連環炸直接炸翻他們啦 這場的話就是看一下狂牛就守護一下狂牛就好了 他把地雷放在比較後面那邊那我們沒有什麼事我們不需要走到那邊了所以沒事 就好好保護狂牛就可以了 這場也是一個激烈欸而且沒打到最後真的是不知道勝利會在哪一方喔 勝利拿到了我們的大銀幣啦沒有問題 直接拿到195個罐那個什麼獎盃喔 好那第二場的話呢是我們的荒野單人生死鬥啦那今天荒野生死鬥的話是沒有特殊模式的來看一下 好也沒有跳台喔所以就是一般的地形 這個的話這模式我就說是比較簡單一點點就可以就是 歸到那個死心道就可以了然後看一下有沒有人就是直接死掉 我們現在拿中間 通常中間部分的那個啦箱子都很多 然後比較少人會直接來拿喔 除非你是那個法蘭克啦我覺得法蘭克一開始就來這邊的話打還蠻爽的欸就是瘋狂拿 這邊中間6個箱子欸全拿的話我真的是爽歪歪欸 真的是會爽歪歪喔 哇這邊彈射有可能要跟我搶這個箱子喔 我先吃一點點 好我就我就不吃了 不要那麼貪心 好目前來說那個彈射 會比較猛一點點啊 哇我覺得這些草叢都怪怪的 是有人啊 好沒事躲這邊 剩下5個人了啦所以在11個我們就可以拿大銀幣拿來死了 哇這滴答殺的很兇欸 好這邊也沒人 上面應該有一個 有一個彈射 這彈射就是剛剛那隻彈射吧5個 先讓他們死 卡爾那邊是兩個方塊還好然後我這邊是順利的把那個彈射給打死了 打死我就有6個我應該是目前方塊最多的囉 喔還有那個滴答 不一定 那滴答應該也很誇張 那滴答有幾個啊 好我應該是可以那個 這邊有一隻滴答 對有滴答 欸我 網路別 這滴答也才...喔這滴答7顆喔喔 喔 滴答7顆欸我的天 好他們互打了 耶那我就可以撿魚翁了 nice啊 耶 就他家具踩到我的地雷啊 哇不愧是地雷大師爆瓦加10杯 喔直接200杯沒問題 哇那今天看來可以玩兩隻角色欸 不錯喔 好那今天話我看一下啊我們這邊的話200杯 滴答還沒有然後 彈射也還沒有玩個彈射好了很久沒玩彈射 彈射打金庫也是不錯的啦 好來看一下我們金庫攻防戰啦 彈射打金庫的話就是過去射射射啾啾啾 但是這關的話地型感覺也沒有說那麼好喔 那我們這場隊友是 寶力再加上我們的滴答 對面是彈射還有我們的 寶力 哇這張其實這場還不錯欸 可以一張一直彈 然後那邊老麥在打我們喔沒關係啊來啊 互打 互打 然後兩邊在打我們喔 寶力跟那個老麥瘋狂在打我們 先打死這隻老麥吧 好打死 欸寶力怎麼在那邊不動啊 哈哈 他怎麼在那邊不動啦 開大招 還順便刷死寶力喔 這場應該蠻穩的 寶力其實 喔不是那個 彈射其實真的蠻好玩的啦 他的操作難度 我覺得在金庫模式的話就沒有說那麼的難喔 但是他在聖子兜或是其他方面來說 就是比較覺得比較難一點點 MVP沒問題 好再來說我們今天最後一個模式的話 今天最後模式是我們機甲攻堅戰啦 那 我記得我以前好像也沒什麼拿彈射在打機甲攻堅戰啦 我們就來玩一下喔 彈射的話我覺得金庫那種或是打塔來說 模式的話都還蠻適合他的 因為 他只要在人群中刷一刷大 基本上就可以再把大再補滿了 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GOGO抽金 喔對面這邊是砲塔組合的樣子喔 哇三砲塔耶 這邊有大媽的補血砲再加上那個 補血塔再加上那個傑西的那個砲塔喔 這是三補血砲耶 不過目前來說我覺得我們是佔盡優勢的喔 我們還行 我們很好我們很好 我們很好 哇我死了不好不好 誒nice炸死 然後過去把它撿起來 我覺得這場我們還蠻穩的 可以可以可以再拿一個 然後跟著我們的機器人一起過去但是 他們這場對面是那個啊 是機 誒冰啊我要丟個大 我剛剛才也浪費 哇打到25%誒 哇這邊有點小lag但是我們直接打到25% 對面是都沒有在守是不是 那他們應該要放棄了是嗎 沒問題 誒應該是放棄誒他們沒有想要過來拿的意思 真的 應該是放棄了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個陣型感覺要守機器人還算是蠻猛的啊因為 因為他們有三個那個塔可以守誒 只是他們可能不太會用 蠻可惜的因為 三個塔接連放的話機器人應該不是 不太算會打到塔 他會直接被對面的塔給打爆這樣感覺 好機器人來了 看他們有沒有放砲塔了 應該是沒辦法啦因為我們這邊 老麥再加上保利都可以炸 NICE啊 順利取得我們大Mb了喔 不是保利是波可 可以 NICE 我們今天順利的爬了兩隻啊 誒我們這邊有那個碎片 那個碎片真好 太好了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是爬了我們的那個 爆再加上我們的這個彈射喔 基本上快了啦 我覺得我現在目前角色基本上都快200杯了 我們就可以 朝著下一個目標邁進喔 那 目前來說的話BB跟卡爾還沒抽到啦 那我們這邊 好像已經快滿了耶 滿超多的耶 我們之後的話 早一天再抽給大家看啦 那你覺得今天兩隻都玩了還可以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每天中午12點跟晚上5點半跟晚上9點多 影片都打開來看一下啦 那我這邊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